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告诉你 就算当一辈子小兵 我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不能当一辈子兵啊 只要一辈子跟你在一起 我愿一辈子当小兵 阿贵 小姐 夜深了早点睡吧 我要把这些东西给读完 您在看什么呢 都是有关义醉银的文档 义醉银 我要找出义醉银的要害 帮阿贵废了它 你还想帮阿贵啊 我总不能让自己的丈夫当一辈子小兵吧 小姐 你真的想嫁给阿贵啊 小青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 王宝川和薛平贵的故事吗 嗯 阿贵啊 现在就是薛平贵 穷困潦倒 但是我知道 将来她一定能当上平谣王 那小姐 你也想像王宝川一样 苦手寒腰十八年 我才没那么笨呢 我要跟阿贵一起拼 我要让她十八天就翻身 来 小青 帮我重新换杯茶 哎 菲鹿 月丽了红尘幻影 难忘你阴阴笑容 昨夜笑楼寻旧梦 剪下情缘 愿我行 花开花落即重重 江湖儿女也多情 对今女儿出长城 只剑青丝沾清风 从此后不闻人间情 姑娘 你是 我啊 我是娄三的女儿 红仇啊 有恶霸抢亲啊 救命啊 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有恶霸抢亲 你来看我的话 又怎么跟哥哥交代 我就直接跟他说 我来听你的大古书 吃醋了 我还吃酱油呢 你今天怎么这么花枝招展的 我高兴 不行啊 不是不行啊 我告诉你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 如果我把黑帐查出来 你就马上娶我过门 这会不会赌太大了 那你娶不娶吗 就这么决定 这个姑娘要不要啊 要要要 我当然要了 谢太后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有谁不知道你是我老婆的 你别乱说啊 老婆没过门 叫什么老婆 那就赶快过门 今天送财礼 明天就娶过门了 小湘 你快一点啊 去 红丑姐 你一个人在这里啊 我是拉大年哥来向你赔罪的 他跟我一说 我也气坏了 这是什么馊主意啊 大年你别愣着呀 干嘛向红丑姐道歉哪 我 红丑 那都是我瞎说 我出的馊主意 你别往心里去啊 大年并不全是瞎说 出的也不都是馊主意 阿贵要想官赴冤职 就一定要娶如意 我一定要让他 重新当上军纪大臣 你说什么 你不是说 要和阿贵这一辈子 过上老百姓的日子 这不挺好的吗 我可以做老百姓 不过阿贵不行 他天生就不应该做老百姓 他是做大事的人 应该做个大英雄 我不会让他为了我 庸碌一生 如意姑娘我见过 是个知出达理的人 应该可以成为阿贵的贤内助 有一天 也可以帮着阿贵 从将军做到大学士 可是红丑姐 你这样是不是太委屈自己了 怎么能说是委屈呢 阿贵为我做了那么多 为了我接了绣球 也不肯对不起我 被贬成守城门的小兵 还是不肯对不起我 阿贵对我一片真心 为什么我不能为他做些牺牲呢 红丑姑娘 阿贵要是娶了如意 我一定让阿贵娶你当小老婆 让他好好待你 他要是不好好对你 我跟他没完 红丑姐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是阿贵他想不清楚 我已经劝过他 可他就是不肯娶如意 阿贵将军对你是一片痴情啊 既然如此 你就不要让他娶如意小姐了 我已经决定了 就不会后悔 唐大年 这主意既然是你出的 现在怎么让阿贵去娶如意 你还要想个办法 啊 还让我出主意啊 我 我 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啊 出了红丑姐 谁都不能做将军的夫人 对 我明白你们对我的心意 可是为了将军好 我都乐意了 你们还有什么不愿意的 要是谁不答应的话 以后别叫我红丑姐 大家一刀两断 这 这怎么回事怎么了 大年 主意想出来了吗 想出来了 阿贵虽然不想娶如意 但是应该把他们撮合在一起 这谁能做得到啊 连皇上都奈何不了他 你不能来硬的 得来软的 那要怎么做 虽然如意喜欢阿贵 可阿贵美的意思 咱们要演一出戏 谁来演啊 你 你 还有我 行 还有你们几个 来来来 我跟你们说 咱们既然要知笔也要知己 好 没有 阿贵 快走 увид 你行吗 没事 这点太阳算什么 大年 那行 唐大年 别吃了 豹杰德来了 他就是顶替你那个家伙 原来是我部下 现在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这叫什么事 唐大年 过来 你们俩在干嘛 聊天呢 这是什么地儿 茶馆 料会 这是重温门 知道吗 收税重地 国家发给你良响 不是让你玩的 是让你当差 你少来这套 包晓德 什么 包晓德是你叫的 你见了本官一点规矩都没有 难道 还要让我交给你吗 包大人 我叫阿贵 我刚来报到的 行行行行 你现在是个兵 没有说话的权利 知道吗 你现在是个无名小卒 你狗屁都不值 去 那儿有一堆砖 把他给我搬到城楼上去 什么 搬到城楼上 我 你有病啊 这城砖是修城墙用的 你搬楼上干嘛 搬楼上干嘛 我还用得着跟你解释吗 听见了没有 说你呢 你聋了 听不见啊 快点 你不要欺人太认好不好 我告诉你 你对我态度好一点 你要这样的话 我也对你不客气 我也让你搬 知道你信不信 快点啊 快快 不服啊 搬 好 我歇会儿 我不行了 我 阿贵 阿贵有人叫你 阿贵 我歇会儿 如意小姐 你要出城啊 我是专程来探望你的 他专程 谢谢 太不公平了 我现在只是个手长的小卒 我看那个绣球你还是拿回去吧 我早说过了 这个绣球是不能退的 对对对 如意小姐说的对 难得如意小姐对你这一番真情 你应该好好珍惜 如意小姐 我心中只有红仇 今生今世 我是不会娶别的女人的 阿贵 你等一下 我说阿贵 你疯了你 如意小姐这么好的聚会 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放过呢 如意小姐就是你翻身的机会 你知不知道 如果如意小姐和你结了婚 那 你别再劝我了 你应该非常了解 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我的决定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 阿贵 如意小姐 如意小姐 我说你别难过 这阿贵啊刚被罢了官 心情特别难受 万年俱灰 心如止水 你可千万别怪他 啊 唐大人 唐大人 我听说你跟阿贵是好朋友 我们俩 其实是好朋友 我们俩出生入死 摸爬滚打 我们俩就像一对亲兄弟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阿贵那么讨厌我 他就是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谁讨厌你 阿贵才不讨厌你呢 都是因为红仇 红仇 阿贵这样对你 都是一位红仇 红仇姑娘我见过 很一般嘛 哎呀岂止是一般 我第一眼见他就烦的 但是没办法 阿贵喜欢他 哎 我听说 自从阿贵罢官以后 这个红仇就在将军府闹腾 我估计他俩肯定散 真的 真的 哎 你要不信 你到将军府去看看 好 我现在就去将军府 我看看那个红仇 到底是怎么样的 来了吗 来了 来了 哎 如意小姐快来了 准备一下 快 到了 走走走走 走走 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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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过来看了 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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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府开卖妖魂力明 价格可得到啊 过来过来过来 卖人了 卖人了 过来过来过来 卖人了 卖人了 大家快来看了 看来比价十两银子 十两银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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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两银子就买个大美女啊 有谁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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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人了 哎 这个丫头啊 能喜能煮又能缝 还能唱大鼓呢 绝对物超所值啊 看一眼 我出十二两 我出十三两 还有没有 我出十五两 二十五两啊 还有没有 二十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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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啊 快点啊快点 快点 哎 哎阿贵辛苦了 啊这都是你搬的 对 这家伙不准别人帮我 包小德 这狗娘养的 谁是狗娘养的 哎呦 八大人是 哎不是说说 我我我我我正在说这个吴三贵这个狗娘养的 你大白天的骂吴三贵干嘛 吃多了撑的 对啊我我吃多了 嘿嘿嘿嘿 别蹲着 偷懒是怎么的 起来起来 干嘛 蹲在这干嘛 偷懒干活搬砖啊 我全都搬上来了 这 哇 这转都是你搬上来的 对啊 哎呀好好好 哎呀 哎呀好 哎 商量个事呗 什么事 你再把这些东西给搬下去 你吃饱了没事干什么事 搬不搬 搬不搬 行吗 行 你要干什么 你等一下 你干嘛 干什么 哎呀我说你这有点欺人太甚了吧 你故意的你干嘛 你不服啊 啊 不服啊 不服啊 让你跟他一块搬你信吗 行了算我没说 算你没说 赶快给我下楼收银子去听见了吗 少一个子我打断你的狗腿 你们这些罪人啊 就是一群懒猪 蠢猪 废物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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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动 我没动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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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第一次 啊 哎呀 哎哎呀 Punkt 哎呀 五十一两是吧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两 还有没有 五十三两了 五十四 五十四两 还有没有 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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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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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 小姐来了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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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你救救我吗 五十七 我没听错吧 他们要卖人 卖的就是我 五十九 红虫 他在里面 先不要卖人了 我要去找红虫 快来快接着来 还有没有 小强 如意小姐真来了 在外面 行 你走吧 你是红仇 别忘了 知道了 啰嗦 如意小姐 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你怎么可以卖丫鬟 将军府里现在没将军 这个丫鬟我也养不起了 索性把他给卖了 赚两个钱也好 丫鬟也是人啊 他又不是牲口 这丫鬟以前是我买来的 现在又把他卖了 天经地义啊 而且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那他如果被坏人买去了呢 嫁高者得 别的我不管 我真没有想到 红虫原来是这样的人 我怎么了 我本来以为阿龟喜欢的人一定聪明贤惠 我真没有想到 你居然这么狠心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真好笑了 我卖我的人 关如意小姐什么事 小姐何必在这指责哄仇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我虽然也是女人 同样也见不得你这种欺负吓人的事 小姐要真打抱不平 那很简单 把那个丫鬟买下来就是了 我正有此意 怎么样 上当了吧 那 这可都是大年哥的主意 高 我去看看 我出七十八两 七十八两 七十九两 七十八两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两 小姐你这对我 八十两 还有谁还有谁啊 大爷我出一百两 一百两 大爷我有个师姐 一百两 一百两 一百两了 一百两了 等等 那位大爷 您在哪高就 我呀 在八大胡同高就 八大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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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 不去 价高者得 可由不得你 这 八大胡同 救救我吗 我出两百两 一百两 三百两 两百两 叹大奶奶的瞎出家 老子不要了 二百两 还有没有 一二三 成交 雲小姐 谢谢你 大家都算了 由依小姐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快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肖肖 肖肖 是啊 走了走了走了 这谜子风尘味太重 这样吧 我有个丫鬟叫小青 你呢 就叫小红 红啊 红好啊 那我就叫小红 好 那我们走吧 走了 你走好 我还没那么老吧 是小姐 待会儿到余府去拿钱 谢谢余小姐 慢走啊 慢走 慢走 包大人 您来了 楼上有朋友在等着您呢 楼上有朋友等我了 您抢 请 余大人 小的给大人请安 你就是包小德 是 是 真是名副其实啊 什么都小的 起来吧 谢谢大人 我们好像没见过面啊 不不不 见过 见过 何大人 何大人去城文门视察的时候 小的就在城楼下 能够看到何大人的尊荣 是小的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我一拍马屁进城 你这马屁功也不差啊 大人 小的可不是拍马屁啊 非福之言呢 这都是我跟皇上说的那套词你倒全背下了 大人说的句句是真理 小的拿他当经典 天天读 夜月读 年年读 好好 坐坐 坐 小的不敢 坐 坐 谢大人 我不是说你脸黑 我没看错人 告后 告黑 我不是说你脸黑 心黑 脸皮厚 大人 只有这样才能做大事当大官啊 何大人 你有什么事就尽管吩咐 我上府里去请教 哪敢老年打架到这儿来的啊 我那儿不成 耳目甚多不方便 你这儿倒蛮清静的 大人 要小的干点什么事啊 重温门有个人我不喜欢 阿贵 聪明 你知道阿贵都干了些什么吗 知道 小的全知道 他让河林大人身败名裂 把大人您在寺库馆的人全都给毁了 真想不到我和珅 在寺库馆栽了这么大跟头 大人您放心 您在寺库馆栽的跟头 我包小德 在重温门这儿给您迎回来 好 真是聪明 那就不用我多说了 不瞒大人您说 自打阿贵到了重温门 我就想替何大人您出这口气 我没让他看城门 我让他搬砖 天天搬 我累死他 如果是你这身子骨 天天搬砖准得累死 可是对阿贵来说 不过是小菜一碟 是是是是 大人高见啊 你知道是谁把他贬到重温门的吗 于敏忠于大人 是我让于敏忠这么干的 大人您的意思是 你当了有十年的守城官了吧 有有 屁功没立过 可为什么却生了主事啊 这不都是何大人您的吩咐啊 因为我知道你有本事 你能够把阿贵往死里扯 大人您这句话说对了 我别的本事没有 正人我是一流 那以后啊 就不要用搬砖这种方法了 我对他 我给他来个更毒辣的 行吗 总之阿贵既然到了重温门了 就不能让他活着回去 皇上去了避暑山庄 皇上 在圣驾返京之前 你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办妥 明白吗 这这这这这 怎么 怕了 没没没没没没没 第一大人办事 小的我浑山是胆 嗯好 这件事要是办妥的话 我保险你做护部侍郎 大人 侍郎是 侍郎可是从二品的官啊 好多人爬了一辈子 才爬到这个位子上 大人 大人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好 来 和某敬畏来的侍郎大人一杯 是 谢谢 谢谢大人在北 好 到家了 真气派啊 不就区区一个门面吗 那不一样啊 人靠医庄佛靠金庄 咱们老爷是 领班的军纪大臣 那门面当然重要喽 走吧 进去瞧瞧 好啊 小红 你在干什么 脏了嘛 我擦擦 那是下人做的 不用你忙 我不就是下人喽 我把你买回来 不是让你做这个的 不用我 那你不是亏大了 花了两百两银子买的我 我啊 只要你给我唱大鼓书 小姐也爱听大鼓啊 嗯 从小我就泡在书场里 我也一样 长大以后 我爹就不让我抛头露面了 我好久没有听大鼓书了 直到上次听到你唱 唱得真好 难怪你会抛绣球 多半也是从大鼓书上学的吧 王宝川也薛平贵那几段鼓书啊 什么彩楼配 三鸡掌平贵别摇还有五家坡 我都滚瓜烂熟了 我总算找到知音了 以后想听什么段子 尽管跟我讲 我会八百多个段子呢 好啊 那我先带你去见见我爹我娘 好啊 嘿 嘿 哎 这搬了一天的砖 乘上搬乘下 乘下搬乘上 我看哪 这个王八蛋包小德是存心给你过不去 哎 当年 嗯 冰来降的水来突厌 没什么好害怕 我是说明枪一朵 案件难防 我怕和尚对你下毒手 怎么突然间提到他呢 你想啊 你整垮了和林 他是不要报仇啊 你要废除一罪银 他是不要报仇啊 你现在手底下没有一兵一卒 他肯定要整你 哎 这不是下毒手的好机会吗 说的有道理 那还真的要防他 那当然了 走吧 走 咱们回去好好商量一下 哎 嗯 在干什么 哎 怎么这么多兵啊 啊 我看看 哎 怎么回事 你们干什么 建威将军 我是定西将军 这匾怎么变了呢 啊 对啊 这匾是谁换的 怎么回事啊 啊 这是我家 你们是什么人 这里不是你家 这里是将军府 我我就住在将军府的 将军府里住的是将军 这 你是将军吗 我 我不是将军 他是阿贵 大年 告诉告诉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 这是皇上赐给阿贵将军的住宅 这是阿贵将军府 我们 这皇上没有收回 我们就有权利在这住 告诉你们 今天晚上谁不让我回家 我就先揍谁 我 何人在喧哗 极禀将军 是阿贵在吵闹 哦 原来是前将军阿贵啊 千威将军啊 你怎么会住在我家呢 我已经把家搬进来了 谁叫你搬进来的 区区一个小兵 你未免问的太多了吧 你太无聊了你 那 什么仇呢 小兵呢 那些不相干的人 我已经叫他们都走了 皇上 将军 将军 你跟我说 你别动 咱们别冲动 别冲动 跟他讲道理讲道理 我信 士俗打将军 我看你连崇门都别想呆了 立马 就得发配 你太嚣张了 将军 我跟你说 你这一拳打下去 咱们就得发配 发配到边疆 如果咱们被发配到边疆 那鸿头怎么办 小兴怎么办 哎 有本事先当回将军 再来抢我的将军府吧 哈哈哈哈 将军 走吧 走吧 将军 走吧 你王八蛋 你找死啊 混蛋 王八蛋 阿贵 走吧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 有本事不解 小兵 ый entendu второй 下 こんな 把面儿来剪 飞光复戎儿仙儿 将那戏针来挑 有把那枝儿耿儿把颜色配 还有那花儿叶儿 为耳耿儿更加好 你说啊就因为这么个奏章 咱们俩是混到如此田地 多冤啊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就跟打仗一样 有时候打胜仗呢 有时候就一败头地 我跟你说千万不能放在心里 问题是咱们不是吃败仗 咱们是彻底毁灭 将军府没了吧 小乐他们不知去向 我的萧香也不知道在哪儿 你说咱们俩 什么时候败得这么惨啊 哎 这仇也不知道在哪儿 红仇你不要担心 他有他爹 不是有娄三吗 你放心 不管红仇去哪儿 还一定把萧香带在身边的 嗯 哎 这余敏忠也是太过分了 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就为了一个绣球至于吗 你说这些是余敏忠干的 这不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吗 哎呀 要我说呀 阿贵 你就好好的 你就从了吧 这胳膊拧不过大腿 鸡蛋碰不了石头 乖乖的取了如意不挺好的吗 又扯到哪儿去了 我我可能做那些对不起红仇的事吗 你就为了对得起红仇 你就可以包庇河林 包庇那个谢霆啊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怎么可能包庇那两个王八蛋 那两个王八蛋逍遥法外就是因为你 因为我 因为他们交了一罪银 所以才没事的 废除不了一罪银 就是你的问题 我怎么没反对 那奏者还是你写的呢 是我写的 那有什么用啊 咱们要继续废除一罪银才行啊 请问我怎么继续啊 我现在是个小卒啊 我哪有什么能耐 别说了 你现在是个小卒 这句话算是说到点上了 你现在只有当回到军纪大臣 是吧 才有和皇上说话的权利 你才能废除一罪银 是不是 你怎么当回军纪大臣呢 所以说你啊 应该向那个余敏忠去讨饶 然后把如意小姐取到手 绕了半天你到底想说什么 反正我在想 有时候啊 真是天命 你说那个绣球怎么会落到你手上 这真不是偶然的 怎么不偶然 这是老天爷要将大任于私人也 所以故意让绣球落到你的手里 哎 哎 哎 这废不废一罪银的事就看你了 这是你的责任 是吧 废除一罪银 非你莫属 那那你 你一直煽风点火 让我取出意 说真的 你有没有私心 有没有私心 当然有了 咱俩兄弟一场 是吧 我也不瞒你 你想啊 你废除一罪银 是吧 你就能官复原职当上军纪大臣 那我也能官复原职当上这儿的主事 我的私心就是一定要整一整包小德这个王八蛋 绕来绕去都是为了自己 哎呀 这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你好 我好 萧香也好 小乐他们也好 对不对 可红筹不好了 她就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你这不死心眼吗 你先娶了如意 过两天好日子 你再把红筹娶过来 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你疯了 红筹怎么可能当小呢 你等会儿 红筹要是愿意呢 她愿意我不愿意 不要再说了 我不可能愿意 我 小红唱得真好听 小姐喜欢听才子佳人的段子吗 嗯 我最想往的就是王宝川的故事 其实 你自己的故事 不是比王宝川的更精彩吗 我的故事 小姐抛绣球 砸到了阿贵将军 现在将军虽然落了难 小姐没嫌疼爱父 不是很感人吗 我们家小姐 还有帮阿贵官复原职呢 是真的吗 那 那不如就早点叫给阿贵将军 也可以早点扶他上台啊 我看这个亲成不了了 为什么成不了 你不是很喜欢他吗 我喜欢阿贵 可是阿贵不喜欢我 其实将军他 他喜欢的是红筹姑娘 你可以不让啊 我可以不让 但是我不能不忍 不忍什么 不忍心啊 我看那阿贵 对红筹一片痴情 我就不忍心拆散人家 你 是个好人 可是小姐 如果你不嫁给阿贵的话 你就帮不了他了 对啊 你只有嫁给阿贵 于老爷才会帮着自己的女婿 阿贵他才有出头的一天呢 可是阿贵与红筹才是天生一对 红筹他根本配不上将军嘛 红筹 对啊 他把我都给卖了 你说他多狠嘛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所以说啊 那个红筹根本不是好人 至少他对阿贵是真心的 真什么心哪 他跟阿贵没什么感情 他是被阿贵误打误撞 抢回将军府的嘛 可是抢回来 他对阿贵也是一片痴情 他 他那是觉得阿贵是个将军嘛 他贪图荣华富贵 所以才缠着阿贵 不是说 那个红筹对阿贵多好多好 连王爷追他 他都不动心吗 谁跟你说的 不就你说的吗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上次在将军府 你唱了一段大古书 很精彩啊 我都被感动了 那段大古书啊 那是萧香逼着我唱的吗 萧香 是萧香我 被逼着唱的吗 你是被逼的 对啊 都是那个红筹 编了那段大古书 非让我唱给你听 我也是迫于无奈啊 那你唱的都不是真的 是啊 一句真的都没有 红筹是这样的人 反正阿贵要是真的娶了红筹 那他才是真的毁了 为什么 那个红筹 他水性羊花两面三刀 蛇蟹心肠 反正从头到脚都坏透了 小姐 听小红姐姐这么一说 你还真不能让阿贵取红筹 好 小青 我们回屋吧 阿贵 为了你 我这次可把自己给妈惨了 阿贵 阿贵就在上面 我现在把他叫下来 你们就动手 杀了他 大人您放心 谢谢 抽刀断水水还流 举杯浇愁愁更愁啊 你瞅我瞅 你是发愁 我是像 红筹 你说咱们俩的点怎么这么背 本来以为把四库馆的黑帐查出来 咱们俩就没事了 这个顶子上的花铃是一根接一根的往上插 现在倒好 一根都不根 他那你别再愁了 你相信我阿贵呢 我打仗从来没有连输两次的 这次输了下次我一定会打胜仗的 你快拉倒吧 我本来以为你只有和珅一个对手 你怎么又得罪了于敏忠大人 这先后两位领班军机大臣 就像两座大山压在你身上 你怎么扛得住啊 听说这两个家伙是对着干的 那当然了 你知道你还这样 你又得罪了于大人 你把他惹毛了干嘛 你腹背受敌 你这样不输才怪呢 第七 steer amounts cri газ不谐啊 wrecked 都是一 bedsuts 月离了红尘幻影 難忘你阴阴笑柔 昨夜笑楼寻旧梦 剪下情缘任我心 花开花落几重重 江湖儿女也多情 为今你老日处长成 指尖青丝沾情风 从此后 不问人间情落落 只愿有 只愿有你过一生 逃光天影半星辰 你不尽几朵我无情 多年后 试问当年梦初醒 天下情 天下情缘测耳听 梦中是当不得真 回首看斜阳 斟测 天下情缘测 天下情缘测 专家 如果你要是吃了我带来的东西 我就告诉你 这个异醉营应该怎么废除 非 非异醉营 你有什么高招 说来我听听 下毒 您敬我一吃我敬您一仗 想到大人这么关爱我 这酒还是留到吃饭的时候喝吧